假如他有一天能够主政的话 希望的是我们肯定一国两制 我们是同一个中国 我们同一个祖宗 但两制是什么呢 两制我说中国大陆是新中国 台湾是五千年的老中国 就好像你一个新兴都市 保存着老街 这个老街非常有价值 这个东西是能够带动全世界的安定和平 会给全世界做成最好的典范 我说我们确确实实 不要再浪费 就把这些人力财力物力浪费到 那都没用 通通集中在文化上 把这一种事情做好 中国文化 但是世界上也有这个说法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但是不是中国政治 也不是中国金木 也不是中国的科技 也不是中国的武力 是中国文化 那这个文化是台湾能够把它集成下来 这个是多么大的荣耀 我想师父最后那句话 大概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 就是到最后其实就是文化 这其实也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里面 最有生命力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是一个文化 而且文化展颜到了生活的里头 变成一种土壤跟氛围了 我想非常谢谢师父 这段时间呢 透过这一系列的人爱和民讲堂呢 为我们开出来的很多他的思维 这里面有很多思维 是可以让我们大家从不同角度 来再继续地做一些讨论的 也非常谢谢县宏 我们跟着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 再次的谢谢师父 谢谢您 谢谢 也谢谢各位收开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